-8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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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片 -你們好我是Aryn -我現在在梨大女人街這一帶 -那我這次來主要是想要買一些化妝品 -還有進行一個比較有趣的計劃 -就是在首爾那裡買化妝品最便宜 -所以我這次會跑三個地方 -分別是這裡的梨大女人街 -還有明洞 -還有江南跟江南地下街這一帶 -就是我買我要的東西 然後順便再進去比對一下價格有沒有不一樣 第一家是我在黎大女人街的Bleaf專賣店 因為它的炸彈霜很有名 我剛才進去問了一下 丹麥沒有打折一個要4萬塊的韓幣 要買整套的才有打折 那我們就先再去看下一家 Tony Moly的蝸牛面膜 40張5萬塊 這一家的Real Resolution面膜超好用 我就叫他來買這個 我在江南買的時候是5加5 欸 一樣 可是這裡的話就一定要買一整包 終於找到這一家了 我覺得這一家相較於其他牌子 沒有那麼多貴 他們很有名的系列 現在這邊有在做30%S 這是W Lab的素顏霜 現在黎大這邊在做特價40%OFF 只有這一款有在打折 像剛剛這個W Lab素顏霜 它的特價就是100M1萬7 那我們現在再去明洞看一下價格有沒有差 我現在有點緊張 因為我已經買了 如果說買貴的也來不及了 如果你們要來明洞逛街 直接7號出口上來 這邊最好逛 我看到我剛才買素顏霜的W Lab了 一樣的價格 我剛才進來W Lab 其實基本上定價是一樣的 素顏霜的折扣也一樣 可是呢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左上角 就是在黎大那邊有兩款 就是有打折20%的 可是這邊沒有打折 好像黎大那一代又剩1了 那一家是為在明洞的explorer 就像我剛才進去看的 它的打折的項目跟打折的折扣 基本上跟黎大那邊是一樣的 這個牌子看起來在明洞買沒有比較貴 這個裡面每包都有10片 買10數10 20片才1萬5 4包的話還能便宜2千 2萬8 我在明洞還發現 有一個像這樣子的免稅店 所以它不是品牌店 它這裡面什麼牌子都有 我會走進去 因為它的innisfree10片 大家看一下好像是1萬5 可是我記得我在品牌店買 一片也要1000 那個組織的那一款的面膜 所以我想說 有比較便宜 我就走進去 真的有比較便宜 所以現在其實是在明洞 在這種免稅店買 現場退稅好像有比較便宜 MISSHA到了 我要進去裡面買面膜 我剛才進去看MISSHA的面膜 它一樣跟江南 還有梨大一樣都打5折 所以一片大概是1000塊 可是我覺得江南最好的地方是 江南它可以一片一片挑 讓你搭配不同的 然後10片1萬 但是明洞跟梨大 都是它已經一模一樣的一整包 都同樣口味的 而且價格一樣喔 20萬 每人買一半送一半 這樣是幾片 30片 40片 40片 送40片 80片 80片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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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一模 蝸牛面膜40片 40片10萬 然後80片20萬 好 好 你們剛剛有看到嗎 超扯的耶 同樣從 凝膜裡專門店 結果 面膜的價格 不一樣 因為剛才那個是 一片大概是2000 我自己沒有做這個影片 我都不知道說 同樣是在品牌界 價格也可以差這麼多 所以我現在在民眾周邊的免稅店 剛才同樣代理到Nablis 但是它不是有組合特惠包嗎 就是這邊這的櫃 就是直接原價沒有特惠包嗎 我弟表示 這也根本不會賣你那種啊 我弟說他覺得 我要找的牌子在這邊一定沒有 其實 我也沒有特別差 我就找那個免稅店 我想說 免稅店應該也有很多化妝品 結果沒想到 這超高級的耶 都還LV啊 都感覺比價 我覺得我好像來錯地方了耶 好客戶修集區耶 呃 VIP耶 我之前知道很多人會來免稅店買 可是我沒有想到 免稅店它這麼高級 我在這邊看到的韓國牌子 在只有雪花秀跟虎 那其他都是 國外非常高級的牌子 所以 如果說你們是想要買平價的牌子的話 不要來免稅店 VIP耶 這邊幾乎就是很像 台灣的百貨公司一樣 我真正想要在裡面找到韓系的牌子 也就只有比較高檔的 所以 如果說你們是要跟我一樣買 我剛剛買的那種 W-Level 阿Q這種便宜百元的牌子的話 你在這邊是找不到的 那我現在在最後一站是地下街 這邊就有很多美妝的牌子 我大致看了一下Misha這個牌子的面膜 它幾乎在每個地方的價格都是一樣 所以就沒有分商圈的差異 那我再去找一下Tony Moly 這邊是1加1 五萬塊 我記得這個價格 跟某一個商圈一模一樣 我已經跑太多地方忘記了 我直接放在影片裡面編輯的時候 對照給你們看 那基本上地下街的彩妝品 不是最貴的也不是最便宜的 但是品牌什麼的都還蠻齊全的 像是你們看到的這些 比較麻煩就是你想要再買貴一點的牌子 像是Bleeve或者是雪花秀護那種的 在這邊是看不到的 這邊大概都是百元千元以下的平價牌子 才會在這裡設櫃 好那我現在這四個地方 明洞、梨大、免稅店、地下街商圈 比較完之後啊 就有一個簡單的小結論 免稅店絕對是最貴的 因為它沒有便宜的選項 再來第二個比較吊詭的是明洞 你們在明洞買同樣的牌子 同樣的專櫃 不同的地方的專櫃賣的會不一樣 那TONY MONY的是最明顯的 但是明洞的商品齊全度是最高的 因為它同時有比較平價的牌子 跟高價的牌子都有 我覺得這全部逛完 我覺得梨大商圈是最好逛的 因為它的商品雖然沒有明洞那麼齊全 但是我覺得它的價格是很OK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商品齊全度 已經算是已經八九十%了 再來地下街商圈的話 就是剛才講到的比較高價的牌子 可能就買不到 但是價格也還行 那其實這個主題真的還蠻難做的 因為有不同廠牌 不同商品 還有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希望這個影片就是讓你們做參考 至少你們大概知道說 我可以多比較幾家 因為價格是真的會有差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我這次的專題 我真的是走到腿快要斷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在左下角按個喜歡 然後也歡迎分享給你所有 想要來韓國Dropping美妝的朋友 如果你們想要看到我在台灣或韓國取材的最新動態 都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喔 那我們很快下影片見啦 掰掰